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如果 微博之夜,肖战王一博暗戳戳稿事儿。 微博之夜在北京结束了。 俊男靓女骑登场,简直是太亮眼了。 每一帧都给观众们带来了极大的视觉盛宴。 迪丽热巴美神降临,谁懂这短短半个小时的含金量啊? 惊鸿一瞥,终生难忘。 绿野仙踪仙子下凡,迪丽热巴美貌依旧稳定发挥,是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热巴穿着高定绿色抹胸公主裙,搭配华丽的耳环,绿意盎然的美,美帝让人放心,心跳都漏停了一拍。 今年的迪丽热巴依旧稳定发挥,虽然没走红毯,但是那场的迪丽热巴连着两套绿色高定,白的发光,美帝炫目,站在舞台上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 祝福热巴像他发言的那样成为更好的自己,2024一路绿灯。 今夜是星光熠熠,闪闪发光的肖战。 希望我的大明星2024顺顺利利,星图璀璨。 肖战的颜值依然抗打,肖战的脸简直是女娲的炫技之作。 碎影斑驳天化翼,微光跃动听风起,肖战的西装闪到我的心里去了。 肖战今晚第二套造型来自Balmer24春夏男装,系列立体裁剪飞燕造型套西搭配腕表出镜,俊雅且温柔的公子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款腕表来自珍丽石Icons1971的典藏级古董腕表,国内唯一一块。 牛 杨子今晚暴剧女王,实至名归祝贺姊妹三货微博Queen。 杨子一身Valentino2022秋冬高定亮相今晚的微博之夜,整套造型选择了紫色礼服,演绎杨子本子。 期待2024更加红的发紫了。 杨子释出第二套造型,身穿来自Alexander Valfier 2020春夏高级定制系列明皇者编长裙,绝美的公主殿下,相间微博,非常引人注目。 白鹿微博之夜,一白一黑,展示了白天鹅与黑天鹅。 白鹿造型绝美,一身白裙和花苞盘发,整套飘逸感的造型,宛如一只羔羊脖梗的白天鹅,咱就是说,谁能抵挡得了。 这仙气飘飘美人的魅力呀。 王一博一身Caneli 2024春夏系列亮相今天的微博之夜,还是一如既往的放松style,今天依然是那个酷boy。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每一次造型都非常的出人意料,鸭舌帽牛仔裤随性造型,太酷辣,西服配丝巾,衬托优雅气质,不愧是酷盖。 恭喜朱一龙微博之夜King,受伤带发带遮住额头,多了一丝宿命感。 优雅,金贵,清冷,美帝不像话。 朱一龙发带造型帅出新高度,永远清澈的眼神,溢出屏幕的少年感。 发带虽然意在遮住伤口,但也让整体的造型有了另一种味道,一眼沦陷。 张雨夕的造型非常惊艳,妥妥的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主角。 张雨夕的造型有一种神明淑媚,坐下我直的发光神女济世感,抑郁感造型和她精致面旁适配度百分百,太美了。 但是出途太惊艳了,红毯真人有点拉胯。 今年的红毯上,女明星们展现了多样化的造型风格,既有冷艳酷萨,也有甜美可人。 这种不再一味追求传统蓬蓬沙群的趋势,为红毯增添了更多新鲜感和活力。 那么,在众多明星中,究竟哪位在红毯上的造型最为出彩呢? 谁成功地抓住了人们的眼球,成为了红毯上的焦点了呢? 王一博闪耀澳门,街舞六总决赛即将开启。 王一博宣布将参加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决赛,定于1月20日在中国澳门举行。 他的参与将为总决赛增添新的亮点,引发粉丝们的期待。 王一博以其突出的舞技再次出现在舞台上,他的决心和才华将在这场比赛中继续闪耀。 1月20日,这,就是街舞第六季总决赛必将成为一场王者之战,点燃巅峰时刻,让人无法期待。 王一博的归来,是许多人内心深处期盼已久的盛世。 对于内地娱乐明星,我曾持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的表演能力往往只停留在外表上,这让我作为一个热爱街舞的人,甚至对欧美和日韩的娱乐产生审美疲劳,感到很失望。 然而,这,就是街舞三中王一博的舞蹈表演彻底改变了我的观点,让我眼界大开。 他的出色表现打破了我对内地娱乐的成见。 在先有人看好的情况下,王一博直接带动了中国街舞的热度,改变了整个行业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这可谓功不可没。 今年的这,就是街舞六,或者说是二十三年度的这。 就是街舞六,说实话,热度严重不足,曝光量也仅限于圈内。 作为这个节目的老观众和街舞爱好者,我感到很无奈。 然而,令人惊喜的是,总决赛上王一博的加入,也许会让这一季成为最火爆的一期了。 我之所以对这,就是街舞六情有独钟,源于香港资深艺人Due姐郑玉玲在她的电台节目中极力推荐这。 就是街舞三,称王一博的舞蹈简直是惊艳。 出于对Due姐广泛的阅历和见多识广的信任,我观看了这档节目,果然王一博的舞蹈节奏感非常出色,他肢体的舒展让每一个舞步都变得优美动人,即使是不懂街舞的人也会因为他出色的表演而对街舞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这,就是街舞三到这,就是街舞五,在各大平台上都拥有极高的热度。 这,就是街舞三的综艺短视频个人播放量连续夺冠。 这,就是街舞四总决赛官方账号发布的单条视频阅读量高达9.6亿,甩开了所有相关话题。 这,就是街舞五更是成为优酷首个热度突破1的综艺节目。 而在这,就是街舞五决赛上,王一博的个人舞蹈视频在微博上的单条播放量更是突破了一级。 对于这,就是街舞六的总决赛,王一博的参与让人充满期待,希望所有舞者都能在总决赛上发挥出色,吸引更多中国观众欣赏你们的精彩表演。 王一博早已超越了偶像的框架,成为一个成熟的演员,那么他会在总决赛上跳舞吗? 在三次决赛中,王一博展现的舞蹈风格各有不同,这一次,我们不知道他会跳出什么样的舞蹈来。 考虑到他强烈的个性和舞台风格的多样性,单手翻和头部转动也并非不可能。 王一博宣布参加这就是街舞六总决赛,着实让粉丝们大吃一惊。 毕竟,在电影热烈中,他的出色表现让观众们已犹未尽。 然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再次展现他最擅长的Hip Hop舞蹈可能会更加轻松自在。 在他26岁的年纪里,舞蹈始终是他最初的热情所在。 不过,如果他只是现身一下,那可能就有些遗憾了。 毕竟,这位帅哥在舞台上的表现总能深深打动观众的心。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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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